勇文加猴子加阿卡的三突进 而且上半区打架很厉害的组合 三突进是 来了 这场比赛的准备 有准备的呀 有准备的 有新东西 这个第四手摇到了 看一下这个勇文是谁来用啊 看上单勇文还是说中单勇文 这就看他们俩谁 训练度了吧 对 这看训练度吧 主要这两个打那儿都可以 而且这两个打沙皇 感觉沙皇都有限权 对 就不管谁去 反正沙皇一定有限 看双方出席的对线了 来了 败者组决赛第一场 DZG 涛博 涛博这个阵容拿的 其实进攻性有点强 就是他中期一定得打架 这个阵容他不是一个说 我跟你发育到后面 在跟你拼团战的时候 他团战容错率不高的 但对线得稳一点 对 对线一定得稳住 是的 还是给你打遭遇战 对 就是那种野区小碰撞 涛博这阵容很厉害 三档三二档二 对 但是如果打五为五的团战 往后面拖的话 EDG这边更扎实一些 是 EDG容错率高 而且 淘宝还是小时对线期 对线期不能有什么失误的 尤其是下路的部分 对 下路我觉得对线期失误 中期要靠这几个兄弟扛 是挺难扛的 但其实露露打 联打塔 不算 就是算是小康特一点点 所以说我觉得 Jacky可能二打二的话 应该不会被亚多亚补刀 对 就是比较看这种三打三 包括小龙争夺战 我觉得主要就是击杀问题 倒不是说对线补刀问题对吧 击杀的话 感觉也要看 野斧联动吧 是 上半区开 两边都是上半区开 往下面刷 都是想围绕下路 先找找事情做 这涛博的下半区 也是带的进化和治疗 露露也带了个守护者 比较偏防守这条带法 扛住就行了 主要前期压力太大了 别被压刀就只成功 就小鸭也行 就不死就行吧 对不死就行 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开始想扫 但目前来说的话 EDG的下路选择应该是 慢推 然后囤线 就是等炮车兵来了以后 三波线一起送进去 对 纠集慢推 就直补尾刀 是的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获得优先行动权 要不就去河道帮忙打野 或者说回家先补个萃取什么的 而且抢二过后 这个线还在中间的话 有可能让JK吃不到经验 对 有两个丁可能吃不到经验 这烈达卡可以直接卡到前面去 已经抢到了 可能直接把你压出经验区了 中路这里也没有线权 其实猴子这个初期玩起来会比较难受 小天去吧 就等六级 他这个没六 主要也不好去干可 是 六级之前打招心 也没什么优势 炮车线来了 这波就是把线一推完 EDG下路就可以先动了 但怎么说呢 我觉得套波下路的血量保持的还比较好 没什么危险 上路剩下哥 前面小康压一下 对 等铁板雪出来吧 就会稍微好过一些 这一波消耗完 Meko可能两瓶都要吃掉了 保血量 想进也去 但是被眼看到了 JK这里 过去排个眼 对 他刚才看到了 看到一个眼 下路河道蟹 小天是争不了的 争不可能争的 还不去上半区吗 不去上半区 感觉杰杰有机会 刷河蟹啊 主要是小天想抓下 有点困难 河道全是视野 是 没必要抓 上路有线权 小天要往上靠 当然杰杰也在往上靠 杰杰感觉 把下半区刷完吧 杰杰去也有点太远了 因为自己上半区也帮不了 然后这边赵鑫也不去 撑双河蟹了 主要是 因为他下路 还有两片野区等的时候刷 即使人家不知道 小天在哪吧 拉过来 直接进化 进化完了以后 直接套点燃 这要压你血线 但是这个线有两瓶药 可能两瓶药都要吃掉了 对吃掉 这波MACO的一个 周技能 赵鑫还在下路给压力 但是这个时候 小天来中路给压力了 抓不了呀 就给你压力 硬给压力 就是让自己中路 阿卡丽舒服一点 路过 路过给点压力 JK这两瓶药都吃掉了 那这波线压进去还是很难受 但这个眼是看到赵鑫回家了 最后一瞬眼 这里过来W 5-6 然后再走掉 这线吹完 大黄应该也要逼了 嗯 所以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就对线的部分来说的话 异地下路是取得了想要的优势 其他线的话 都还算是个军事发育 已经吃到一个肚层了 补刀压了将近吃个刀了 这个下路我觉得基本盘 这个组合选出来以后 就能预想到这个阶段 第一场是小火红啊 这第一场小龙 感觉 EDG也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拿下来 还是中下的线权优势太大了 是 那多推力我显 我现在的踢出来 平板圈已经有了 主要这个线卡着 奈特不太好过去吃 一定会被戳几下 对 你看戳三下 好难受 烟雾大快好了 可能烟雾大好的时候要硬推 强行推 然后一跑 Q完赶紧溜 想单杀了 毕竟溜了掉 损我 高套杀兵再戳一下伤害不够 是 毕竟是没有什么点燃的 但这波中路不过有TP还好 线不会亏什么 线不会亏 挺危险的 感觉Skull的Q是低线有的话 哇 这边小走位 有Q的话感觉要闪现补体雷了 起码交闪 对 要交闪了 剩枪哥这边扛的不错啊 一直吃回推线补刀挺扎实的 反而这个线也很安全 嗯 然后马上也上6了 上6以后就没什么大危险了 是 这个下路的压制力是给足了 我感觉Mako压得好 Mako有就是两级那波Q到JK嘛 就那波打了3P 是的 拉掉一个进化 然后还把药给打没了 是的 那波没拉到的话 感觉这可能再赖很久的线 那两门回家的胎命其实差不了太多 就少了一把这个长剑 小天其实一直想做事 但是线上的这个配置 他不到6级是很难帮到队友的 他自己发育 没有任何落后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召现没有去也去搞他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上路现在可能形势有点反转了 因为铁板切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杰杰中路抓阿卡利其实有点难的 也不太现实 除非Night自己主动出击 对 上河蟹 小天这里去刷个红 来可以去反一下野 刚刚好刷新 对 先升个6级吧 先升到6级以后 照性也差一个野怪的经验啊 要过来争抢一下这个蓝buff了 看过去的时候能不能刷得完 杰杰这里 没什么时间了呀 但是他没有逞戒 小天没逞戒 不一定打得掉 杰杰有逞的 但杰杰不知道 感觉路过逞了呀 逞了呀 打工了 这真的是打工了 难受 假活再过个墙回去刷红 但是杰杰这样可能要进野区了呀 对我毕竟领先你 然后下路 打不过打不过 真打不过 但是奈特这边有限权 过来掩护一下 说到 打一套 但奈特自己被打成半小 也很稳 上路miss了以后 沙皇好像说了一句 我不来 对这个线在沙皇打面前 这个线来不了 嗯 就是让小天打得难受一点吧 你看这个红muff拿完了 依然是没到6级啊 差一丝 差一丝 这下路难受啊 又一个肚层啊 想出的话是可以吃的 应该是想吃的 嗯 这个肚层没道理放掉的 现在涛博的双路 如果没有打野的话 是给不到1DG下路压力的 但打野没到6 来了也没什么用啊 谁在这里蹲 蹲可有缘人 他在这里站很久了已经 嗯 他也 这一波应该是知道上路 没戳到 没事啊 影响不大 这波就算去打 也会被演给看的 但中路是推完线了的 而且奈特要回家的话 那这个先锋是有机会拿的 是奈特当然没踢啊 所以说不选择回家了 自己的双路也先动了 嗯 1DG这边双组先动的话 我觉得套布要放 要放了 套布要放 去不了 而且现在泽力还没有6级啊 嗯 那只能放了 下路也换不到什么度层 双组可以直接回来的 这一波就是双组到中路7的波前 然后再回到下路 是 这一波1DG纯转 这个先锋一拿 下路的压力会更大 只有三个度层了 这个下路去就有 对 这个下路一直去就有 去就有 或者放中路给沙皇吃也可以 因为沙皇马上也捞到肚层 那就看 那这一波没留下 哇 但这一波应该是给下路 给下可以拿1G塔 对 而且还能拿小龙 嗯 主要scar他想有限权的话 也可以推了限之后 下路三个人 不四个人一起去推下嘛 是 更能确保1G塔的一个拿到 哇 小走位 小风今天吹的不是很准啊 每次镜头给到的时候 都是被崔强哥扭开了 扭开了 有胸蟹不法 有胸蟹不法 本来就很灵活 而且先出的鞋嘛 小天过来想偷一下龙 这边是应该知道了 双蟹回家了 对 想直接抓掉 感觉有点机会啊 对 可以把这个龙也凑下来 主要是对于TOP来说 他们也知道 这个先锋大概得是往下放的 放了的话 有可能下半去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还不如过来先守一下龙 而且没有扫到这个眼 看到了 看到了 折现了 折现了 怎么放了 哎 没空有个位置 小天想开吗 戳了一下过去硬开大招 沙皇过来 那这一波就是闪现换掉了 大招换险 嗯 这一波小天还挺果断的 第一时间知道 那你猴子没大了 我下路推了呀 对啊 对吧 我下路防杰坡医学塔有了呀 没危险了 那没办法 得试一下 逼一个闪现吧 感觉TOP这波已经可以了 拿了个小龙还打掉一个闪现 就这个医学塔被撞是难以避免的 必然的事情 过来还想硬来守一波 但是NITE先来了 而且是没有GP的 如果要攀肚层的话可能要出事 这里只能走 视野看到了 只能走 但没有人能留 接接独吃3把2很舒服 那NITE这一波是让WIFER没有吃到肚层 但中路可以吃呀 对 牺牲自己的发育 硬邪不侠呀 只能保下路医学塔 然后损失了中路医学肚层 这让NITE亏了一点呀 这波NITE留走 其实自己是很亏的 小亏 NITE 这个阿卡利 只能说挺团队的 很团队 因为他不来 下路这个塔大概率是直接被A脚的 是的 那3打3也很被动 对 你没大招 那这个阵容 我觉得ETG选出来 想打出的东西在前面的10分钟 已经基本上都打出来 确实 对线的压制 对吧 上路也扛得很好 是 补导反压的 中下一直有主动拳 这里还看到了NITE的位置 这个眼位给的也很到位 咬一下 他贴过了好像没有被发现 但是MACO 没有闪现的 不过 卡利萨有大招 来了 因为MACO是没闪的呀 这位置 看有没有说法 正面没有人的留人 没太大方法 没太大方法 又打不了 是是是 这个上的话出大事了 这时候估计JK在说 对面卡利萨大招 别上别上 对 别上 关键还有个治疗呢 这个治疗还在身上 是的 这波要不要动手 MACO往前逼了一下 逼下位置 还是难受呀 NITE已经连续两波往下路 帮忙解一下 解一下危险 但这样自己中路亏了好多啊 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 中塔的血量 中塔的血量亏了一点多 但这样四分钟之后 中塔也是很难守的 主要是对线其掉的血量 是 这个是对伤的 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我觉得下一个先锋 套波也挺难去争的 对吧 因为现在已经有装备烈势了呀 2000块钱的落后 而且套波这个阵容 他起码一键半左右的时候 他才有 就是神话装至少得出来 是是是 这个下塔过来逼了 猴子在后面 这波猴子是有闪有大的 WIPER的血量并不是很健康 但是旁边有个结结 大招直接一扫 被拉开的距离 反正要打 恶事故意就给了出来 那这样的话 小天能不能换一个 完 有即时救难 即时救难 最后烧死了 但是双杀拿到手了 是 这个即时救难 永远让人绝望 这波MACO打得太好了 他赤架啊 直接把小天给控死了 有点像 MACO这波所有的技能都是完美式化 是是是 是 然后沙皇过来 借了个一圈塔 610 就WIPER不在我帮你吃了呀 是 等会兄弟 你不用来下路了 对吧 你去中路吃波蟹 你去中路 中路还有肚层呢 中路那个肚层马上要掉了 你去吃 对对对 大家合体交换吧 是下路一塔我吃了我c 好吧兄弟你别急 都是队友没关系 而且这波卡尼塔 是拿了两颗头的 来看一下这波的精打回放 是MACO的第一支架 MACO一个完美的控制链 完美操作这波 这波直接扫的也好 大三个加一个及时救弹 抬回来了 最后被烧死了 有点狠 这波真的有点狠 这波打完说实话 下路这个 本来就已经非常倾斜的天平 已经是一边倒了 而且现在涛博的每一次进攻 都必须要猴子有大招才可以 对 虽然的话没有任何的控制手段 因为这就是现在这个软斧版本 其实比较尴尬的一点 对 就是开团 你如果上单不补 就只能打野硬来不动 就打野一个开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冰女登场率那么高的原因 是 中路可以控制和开团嘛 对波 还要压制你也削 上路给 又再吃肚草 子高特继续吃肚草 那这个这么肥的沙皇 永远夸张了 这也太饱了呀 太饱了 过来还惩戒掉大石头人 但是眼位补得很好 是一路看到 有人在往上赶的 有人在聘线上那颗眼 刚才可能套波犹豫了一下 要不要TP过来打一波 是 但这波打的话 还是有点慌的 诶 中边 结结包过来 结完结合拉到了 JK手上有闪的 赶紧一击的过墙 这波打起来 撞两个 这边的话想留人 猴子想过去反开 阿卡丽进场了 要秒谁要秒歪半 歪半生了个 即时就大出发 即时又能不能杀人上方 推的还不错 就回来了 但是有闻大招也大了 阿卡丽赶紧交闪线 想坏一个都没宽掉 弗兰杰过来 先收一个路 我自己也得撤退了 说实话 这一波感觉 ETC打得不好啊 这一波感觉 ETC打得有点急 而且耐特做得非常好 是一扇级切到了 viper了 这段时间 就viper 这最强战力 viper是正面最强战力 是耐特地先切到 好像是一段一直接一到了 对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切断也掉了 这样节奏断了 断掉了 是 呃 圣强哥想过来看一眼嘛 这个看起不太好看 而且控制被抵消了 没事 溜就行了 vper的也请过来 把他赶走的 如果正常抱团的话 其实这个先攻 ETC获取的概率要大一些 嗯 但这波操伙打得很好 而且ETC就是小招机 想动合力 第一波技能是给到合力的 撞上去 而且Maker的低时间是没有大招的 是 来看一下Night这波挂到了 再加小天这个气飞 对 这波打得很好啊 玩法之间基本上没有打出多少伤害 就在没救起来 然后永恶的大招是及时接上了 是的 而且圣强哥也是TP过来赶过来的 还是个小的 他只能过来收一个鹿鹿了 是 凯旋还把彩血的猴子硬生生给抬回来了 是 三波凯旋 这波对EDG来讲蛮伤的呀 很伤 而且这条小龙给你了呀 他不是没必要去来争取小龙的 是的 现在EDG 刚才这波打完的话 节奏完全断掉了 而且上半区在烧线 刚才那个画面是淘宝这个阵容想看到的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淘宝需要打一个遭遇战 对 刚才就是一个遭遇战 虽然是个被迫遭遇啊 嗯 就上半区打压的话淘宝其实挺厉害的 就是让这上中野线动手 哎 刚才第一时间起EDG正面人也不齐嘛 人不齐再加上 那个星山哥都是晚一点过来的 是 再加上Mako没有大招 嗯 打六点极了 这波开六点极了 那这波打完淘宝应该可以稳住军心了 是 慢慢打 他现在稳住局势慢慢发育了呀 友恩现在可以编路自己玩了 一家选手小千 而且现在小龙也比较平均嘛 这把龙魂的节奏也不快 是 接下来就是看EDG如何去防守淘宝这条虾虎先锋 对吧 防完了以后两边就是等资源 有资源就打 没资源大家发育 嗯 呃 想三包一 哲利也在往下面赶 但圣江哥这里清不掉兵啊 因为有GP保兵 圣江哥该怎么操作呢 二大招被打万了 好脆啊 太脆了 就没办法 一个小纳尔是参降的呀 现在的话下面的防御塔一起休下来 想换EDG想换中路的一塔 赶紧过来拆一下 对 可以换掉 但是自己下路二塔也会被再装一头啊 嗯 下路二塔感觉有机会推掉的 是的 EDG这里是选择换了呀 因为上路还换了一个一塔 嗯 上路让高德再去点一点二塔 其实只能这样换了 因为刚才没有更好的选择吧 哎 这一波小天刷一个石头人 梅河微波的下路二塔给推掉 嗯 有点小可惜 也还行吧 那这样对于EDG来说 嗯 多死一个上单 但是EDG推了一个中一塔嘛 中一塔更关键 中一塔和上一塔 都是在这一波里面带着的 阶级现在还有小小的领先 这个时候的领先已经没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了 嗯 而且这条小口先锋过后 两边应该要进入一段发育期了 是 下条小龙有一方不想接的话也可以放 是的 但是还让我们一开始说 对于两边阵容的理解的话 嗯 其实这种发育期EDG和套波都可以接受 对 对 两边没有说那种什么绝对不能让你发育 我后期没得打之类的 像伯伯单杀了这个操作 对 风吹到了 一顿坎纳尔是不太走得掉的 但是大招空掉而言可惜 那只能回去了 嗯 大招没空的话可以逼个闪 对 大招没空可以逼闪 嗯 两边后期都能打 但是EDG这个阵容上限来讲的话 没有套波上限高 因为有泽力加露露 并且有个永恩 而且主要套波这边英雄精神那种操作 是 但EDG这个阵容它中后期很扎实 扎出一个扎实 就很扎实 对很稳定 但稳定的前提在于要站好站位 然后控好路起 对 而且你视野也要有足够的优势才行 嗯 看下11级了 而且正往后接拖 其实EDG这个阵容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手比较短 嗯 就除了沙皇 因为卡里斯塔这个英雄 往后面打的话 基本上是摸不到泽力的 是 只能处理前排吧 嗯 就处理猴子和永恩 现在EDG我觉得有一点点进攻压力 他需要去尝试滚雪球 毕竟是赵琴和卡里斯塔 对 淘博的队内语音我估计就是 稳住稳住 边线CS 然后视野不好龙放掉 嗯 慢慢来 那龙的压力也不大 是的 多去发育 永恩这个英雄到了三件套的时候 才是他一个鼎盛时期 包括泽力也是三件套英雄 确实 那这样话说回来 EDG都两件套英雄 就两件套就可以去开始启示了 那儿啊 包括卡里斯塔 对 我估计他们都两件套的时候 可能会围绕大龙来做一个文章 逼淘博过来 大龙处跟他打 有道理啊 EDG这个双C 他控大龙能力 包括Rush大龙能力 非常强 对 所以他这样选回来的第二手保障 其实我觉得就是依靠大龙 是 而且EDG不想跟淘博 就现在边线互相发育 就是你说沙皇这条线还好 但是纳尔这条线打永文 你越往后面打越烈士 背走 你边线发育的话 其实我觉得EDG抓边的能力也比较一般 对吧 因为你去发育 其实永文不是很慌 嗯 EDG边线只能防守吧 对 只能防守 真的没什么进攻能力的 现在EDG中路有限权 是河道做的都很好 然后下掉小龙的话 可能淘博会放 哎 淘博这里想动手吗 过来看一下 有女要面纱的 这个要动 有点小难度 应该想动 破一下大招 接陆路大招各种控制 但是推推的非常的好 正面的话先开个辖阵 想追 有个变阳 把第二段大招硬杀了 哇 这波小天的一个机飞 在加上马克的机飞 哇 小天啊 这把存在感太强了 这把小天太黑了呀 是的 这就是赛前提小龙了 哪儿哪儿都有他 但是这个指头打下去 EDG是不能接受的呀 主要他们是需要进攻的那一方现在 对 这波Score有点小大意 就 应该是要隐约知道套波要放小龙的 但自己防守的时候 没有太 就是太放弹 是而且这一波套波直接是 上路两个塔全部推掉 作为交换套波仅仅是拿到了一条小龙 但经济反超了呀套波 对 两座防御塔的钱呢 这波肯定是套波要赚一些呀 是的 这个小龙本来就是可以放的 嗯 嗯 现在EDG需要做到就先做好大龙示意 然后去尝试RA一下 我觉得就看团战了 就看B大龙那波团战 嗯 这里WIPER的一个出装压力很大 上一波遭遇战的时候被Night给切死过后 他觉得没有摩克不行 对 但第二件一般出羊刀的一个伤害 才是有质变的 是 看得出来 Night给WIPER的压力挺大的 而且Night也马上两件套了呀 我觉得他团战里面真的要小心 不只是Night的一个 不只 有温的大招 猴子的大招 猴子的大招 猴子贴他再加上露露的那个鸡飞 就上中也都是来杀他的 嗯 所以说他团战里面就是一个之为默认这种 对他的生存相的提升 也就那样 盛枪哥这位置啊 手上有闪现的 再扭技呢 赶紧交一眼 大招空掉了 但是Night跟伤害 这什么伤害 下二塔也可以顺势拔掉 那这样的话 一滴击中人都在上半局 下二塔也有了 第三波的抓边啊 抓的一滴击现在是 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 中路进攻打不起来 然后边线带不出去 一直被抓 中路你看和立在这里 就在塔后面 你拦路我就推荐 啊 就防守吗 对其他两条线你只要去单耐 我就找机会去抓掉你 讲道理 这第一把 Night和小天这个手感确实好 嗯 加强了联动啊 今天这个BO5 明显涛博相比上一个BO5来说 你看Night前期那几波游走 他虽然自己中路亏了很多 但确实是帮队友缓解到了压力 是 现在压力来到EDC这边了啊 大黄也马上两件了 这个回家有无尽了 有无尽以后这个 再带线的话 大尔是真的看不了这个油温了 而且圣枪哥也是有脾气的 他知道出肉装的话也是挨打 所以说他出一个那种 半肉半输出的装备 是的 三方不快表 这个表得买啊 对吧 右边也是三块表 这样的话可能也是提前预防一下 就这波大龙团打起来 对 现在反倒是Wiper很需要这把羊刀 不然他正面的伤害有可能会不够 因为切他的技能太多了 现在EDC打团的话 他需要保着双C去打 嗯 就造星和链打塔需要保着双C打 如果保不好的话 那淘宝这个中上野的一个脱后排能力太强了 嗯 正面想开 想开了 只剩几千 凌坏5的团在这个大龙夹下了 就是小千的开团啊 小千 这场比赛我感觉已经结束了 直接看到后排 对已经结束了呀 这波打完 没有什么方案的可能性了 哇这个中野 涛博今天这把中野真的 一个开团一个刺刀 是的 嗯 就把团开起来 耐得直接进去脚后排 推的已经很不错了呀 这波 找大黄进去吸引了第一波仇恨 我觉得Vivor这波团队打得也很好 进去以后挨了半天打 然后开个秒表挥避伤害 是的 然后在残局的时候再站出来收割 这波提前死高的 他叫了一个秒表过后 原地只能得死 对 他往上拉了一下 在那个时候已经拉不开了 队友阵亡的太快了 我觉得主要是Vivor吧 他 就自从那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整个ETC就没声音了 这还是节奏断掉了 对 节奏断掉了 打他也被抖 打他必须保着打 这是卡丽莎打这个英雄的风险所在吧 就你不能有异国失误 就跟德莱文其实是一种感觉 是 但相比之下 德莱文比他好一点 德莱文有伤害 对吧 卡丽莎往后面打是没什么伤害 德莱文真的比他好一点 是 都是经不起拖的 都不能拖 而且节奏不能断 那现在带着大龙Buff 涛博这里处理边线就太轻松了 主要现在EDC 线带不出去 而且视野也不好做 边线本身就有压力 现在边线完全带不了 看不了了已经 巩固下半区的一个视野之后 这条小龙EDC只能放掉了 嗯 对于EDC来说 我觉得就是 还有最后一波机会吧 就是 大家就技能都赚好 然后去拼一波 因为你现在正常打运营的话 已经是打不了了 我觉得EDC只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主动性太差了呀 嗯 对吧 你如果说利用初期的对线优势 往后爆反打还有机会 但现在劣势了 主动性又差 你怎么把劣势打回来的 主要几波造幼战过后 这种涛伯的中上者两个拖后排的点太肥了 对 所以只能被迫的保着后排打 其实现在回想这局的BP啊 为猴子才是一个重点 是的 上一个比我我觉得猴子很重要 结果大招 没给到 做个位移 Mako开个皇冠赶紧留 但这个坎仁有点小层啊 姐姐转在这里 要找威腕的 转也来了 威腕这个白给了呀 嗯 青青兵吧 威腕的换了他小龙 但其实 没掉 他不死小龙也是 也是涛伯的 他不上也没关系 但是大到了就直接秒了 想帅一下 是想帅 想尝试一下 有时候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这种 想怎么突破新手墙 刚才我们说了嘛 你得帅才能突破新手墙 靠自己 靠自己 其实这把威腕的打得真的不错 大龙华夫推进 而且威腕的是有TP的 不过等他复活了 大龙华夫也没了 哎 泡泡这里确实也不好上高地啊 手比较短 嗯 现在这里也完全成型了呀 对 三架套架一个表 是 就现在两边AD的战斗力 已经开始拉开差距了 嗯 包括中路吧 中路这把 沙皇打团 还真的不是很好发挥 嗯 对面都是一股脑冲进来的 而且又比较 怎么又比较灵活 对吧 不会给你打这地战 就很尴尬的一个人就是 你要不就得把对面冲进来的人 推掉保自己的后排 要不就是你进去推对面的C位 但是这时候你的后排已经被冲烂了 是 所以现在沙皇在团中是最难抉择的 他很尴尬 除非什么就是 你能够防住对面第一波进场 然后让卡特斯坦滑起来 嗯 但太难了 对面有三个过来可以 秒你卡特斯坦的人 把视野排一排 还是在等龙吧 就两边现在 虽然说涛博有经济上的领先啊 但是也上不了高地 嗯 等大龙吧 等大龙 就只能靠大龙去上 现在主要视野不太好做 刚才看到Mako他出去做视野的时候 差点被摸到 摸到就很危险 对 感觉打得好难受啊 哎高地都下不去 三路冰线的压力 那在整个的野区里面 他我还不是为所欲为 其实这样打算是有点慢性死亡的 嗯 阵容有点慢性死亡的 后期上线确实不如对方阵容高 关键点就是你烈尸的以后 你阵容缺乏找机会的能力啊 没开团 对你没开团 而且后期EDG有唯一大和 沙皇的发育也不太好 是 这把因为压力比较大嘛 出的也是偏防守的装备 是啊 现在就等大龙吧 就看下一波大龙团 就是对于EDG来说的话 这个大龙团大概是必须要去接的 因为不接的话 等高地慢慢被对面大龙吧不磨掉 那这把 就任何希望都没有了 就拼最后一波 挺难拼的 对啊 就现在淘博就看了 淘博除非给大机会 就还得是特别大的失误才可能 EDG正面打赢 那这么说说 就淘博后排 如果给点机会的话 可能EDG才有机会吧 对啊 就陆陆或者泽立被抓到的话 是 这里大黄如果有心想战的话 可能会被留啊 上一波乱完之后 现在没必要再乱了 现在没必要了 帅过一次就够了 没帅起来 没帅起来就稳一稳 稳一稳 这一波可就不是上一波了 这波是带春哥甲的 嗯 而且右边两件春哥甲的 一个秒表 这这波团 一个中甲 你很难想 这波团EDG怎么能打赢 对 真的挺难想象的 而且现在等级也比较有差距 对 AD打野哥领先两级 小天又在旁边四肩而动 GP绕后了 这波想开 但是太阳圆盘已经立起来了 感觉涛博得先撤一下 有个太阳圆盘进去打还是不明智的 但其实这一波过来 也只是小天向前的一个小走位而已 他并没有损失什么 是的 那下一波再有这样的机会露出来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两边都交了一个GP啊 那这样的话 涛博可以来大龙这边 给点视野上的压力 因为现在威博已经下半区带线了 而Scott在正面是没有慢慢去跟他带线的 EDG要顶出去啊 不跟他在中 对 想把线线给顶出 让自己上半区的兵线也不是很好 桃博这里的话 只要把大龙爱口这个位置卡住 EDG会特别难受 我现在只要把EDG人不要放回就可以了 没有的这下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你要拆高地 但EDG现在得做角色了 要不就是让Scott回去 要不就正面直接打到了 让Scott回去 这个选择就是 还要走回去的话 下路高地塔只能放了 这个高地塔来不及了呀 哇 而且如果Scott出现在线上的话 他会有可能逼一波大龙啊 肯定逼大龙啊 对呀 这强传机关穿到结局了 结局半血了 感觉可以开打了呀这个大龙 直接逼一下Scott的GP 想这边算了 放过去了 那大龙没了呀 这1位1 威博的又想涮一波 威博的可能 不是对手 溜溜 那直接开打大龙了呀 等一下Scott是有TP的 这波其实开大龙的话 刚还没有想到Scott有TP这一点 这波要打就是逼TP EDG直接去转小龙 大招 然后大龙也不要了 嗯 主要还是不敢交这个7 交完了以后 威博就是无休止的代谢 是 而且这个小龙拿下来也停牌了吧 嗯 看我感觉打到季后赛的标舞里面 龙魂的影响就还好 真还好 对吧 看属性 看属性就水龙 看属性 我觉得龙魂的影响是小于阵容的影响 嗯 对吧 对 纯种水龙好像也就那样 哈哈哈 好像也就那样 火龙电龙可能不好发 火龙如果是纯种火龙 我不敢想了 那个太夸张了 那个太夸张了 是的 做装备的呀 哎 又是阵哥这波很难跑 走不了了 死了死了 太脆了没有魔抗的 那这波是阵哥阵亡 正面有大路骂虎的话 这个高地是毕掉了 上路 下路兵线直接不管了 是上路歪过的可以去推一下 但看到vip之后算了 下路是没有高地塔的嘛 直接过来先把螺水晶拆了 然后中路磨磨兵线对吧 威博带一下 这至少两路呀 淘宝这个运营还挺稳健的 先破一路再说啊 没有急着一起推两路 这个其实没必要急 因为下路有超级兵 比你去带线要好多啊 中路线续上了 但正面的话EDG其实不太好清线啊 高地塔已经没了 清不了 两人是必须的 现在EDG最难受的就是 他必须得让沙皇去找这个勇文带线 其他人带不了 但是又不敢对焦TP 就不敢先焦 焦了这勇文直接不齐 我就一直带 很被动 而且关键点还是那个 你正面开不起来 就是开 如果说你正面叫了TT 能有人把团开起来的话 也值了 但你正面没有人能开团啊 要破三路了这波 ED感觉 只能尝试一下 他没有开团 淘宝想开了 孙虎也没挂着 但是可以慢慢拆高地塔 正面想开 开皇冠 MARK也敢开皇冠 溜 而且翔盛就把穿到Maker 直接穿上了残血 就跟他们起脸了 直接秒了 正面战狗往前进来 外边将闪现走开的低端过程 但是绝对被留了下来 双城绝剑斩截过来 但是这里弗莱多推的还可以 正面没有伤害了 外牌有点打不动人 二端德里沙烙烙烙烙烙 回撤 斯高德想来个大的 想进去被变扬了 正面推了四个 但是就两个波甲 斯高德经历了打出三个波甲 自己交了个机身 但是外牌过不来呀 正面只剩外牌了 这是顶尖的容错 很难守了 三个春哥 三个春哥呀 天脸一个Q进来 直接拉出了春哥甲 再手牙起身 四个人五个人 吹个风 可以恭喜淘博 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淘博 两波造业战过后 直接翻盘了 这个最后一波 斯高德这个沙皇 真的太尽力了呀 一个人打出三个波甲 但是没用啊 整体的打法 我觉得很多EDG的粉丝 不太喜欢这种 没有开团的阵子 好 好